习近平与拉加德在博敖谈开放 每每皆尴尬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敖亚洲论坛强调要放宽关税并开放中国市场 有些媒体持怀疑态度 据4月12日报道 在本周博敖亚洲论坛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了瞩目的焦点 受到许多全球精英的热烈欢迎 报道称 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 这是一个契机 表明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截然不同 后者拒绝接受全球化 专注于美国优先政策 特别针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举措 我祝贺你习近平 为你认同的这种新生活 为你赞美和倡导开放的态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总裁拉加德 Kristen Lagarde 在演讲中说 为你鼓励创新与包容 报道称 然而 就在拉加德和习近平谈着开放的时候 论坛与会者却无法使用谷歌 登陆Facebook 或在Twitter上发布有关此次大会的消息 除非他们能找到绕过中国互联网审查的办法 报道称 事实上 中国仍以多种方式保持封闭和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与博敖论坛的方方面面形成鲜明对比 佳联网审查的请求 优优独电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